那我就來舉一個我就是一個使用技巧很不當的也不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剛剛提到一些像立法院 立法院前就是大門櫃台就有兩個 兩個太太 阿姨 對 兩個阿姨 講太太因為換不到證 要叫結婕 結婕 還有叫阿姨 好 那就是我一個最好的技巧使用不當的例子 就是我公布有兩名就是在台北有兩名最專職的記者 然後呢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拿過臨時採訪證 就算我沒有那個常駐的那個採訪證 那至少還是可以拿到臨時採訪證 我從來都沒有拿過臨時採訪證 我只有拿過一些旁聽證 會議旁聽證這樣子 那我們另外一位同事加封是男生 然後說有阿我有拿過阿 然後我就問苦農網記者 每個人都說有阿我有拿阿 每個人都秀出他的臨時採訪證 只有我沒拿過 而且明明我單位就跟同事就是加封 單位明明是一樣的啊 那原因就是 在一開始就是在那個阿姨還不認識公庫的時候 當然也是經過一陣協調 那我就是屬於那種一開始口氣就比較衝 那就覺得說 我就沒有要幹嘛 我只是要來採訪啊 那之前你已經有讓我進來過 那為什麼這次不讓我進來 他可能是有一搭沒搭的 讓我進去又不讓我進去 或是有時候給旁聽證 有時候就不給 有時候就是拒絕我 那可能我就一次又一次不耐煩 那他可能已經 他可能常常看過我 但是後來就是都只給我旁聽證這樣子 那我後來才知道說 因為我身旁的人都有拿過臨時採訪證 那原因就是 可能我同事態度比較軟一點 還是怎麼樣 就是跟這個阿姨的關係是有打好的 那我就是沒有 我就是忍到那個姐姐們不開心 所以他們就不給我這個臨時採訪證 所以那個像剛剛那個議論台同學講到說 像太陽花的期間 我也是也是要拜託這個記者同業 就是有拿一個 他有他自己有常駐的立月採訪證 那也有這個臨時的採訪證 那那時候可能剛開始警方還就是 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還是看了臨時採訪證是可以讓我進去 後來又不讓我進去 然後那時候我也是一個就是脾氣來 也是有跟他衝撞 然後那個警察就說 你幹嘛這樣呢 就是我要撞他進去這樣 然後他就覺得說我太over了 那後來 那後來 才有慢慢學會用軟的方式去面對警方 因為其實真的是那個情緒一來 沒有慢 看著警方真的沒有好好跟他們說話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是 這是比較技巧不當的方式 那後來還有像 在銀劍署啊 也是有一搭沒一搭 剛剛跟好奇寶寶講 有時候可以錄影 有時候不行這樣子 那 那不知道等一下嘉欣是會播那個 有關這個 都更案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案 那個永春 對 永春都更案的那個聽證會 因為都更後來修 那個大法官事件之後 就是要補足那個聽證會的程序 那聽證會程序應該就是 全部都可以公開播放 但是他們還是會保留說 交由主席來決定 所以主席說可以錄音錄影就可以 那不行就不行這樣 那這也就是一直公平事件衝撞的這個點 就是為什麼 可是他現場其實自己還有 就是台北市政府的人員 官府的人員 是在現場錄影 所以他們所持的理由就會說 我們現場已經有錄影啦 所以你們就可以不用錄了 他們就會持有這樣的理由 所以到現在就是 我剛剛那個就是比較技巧不好的例子 那後來也是有慢慢學習 就是交由軟的態度 那還有像剛剛 可能一開始瓊林有講說 政府官員或政府部門 不讓我們進去拍攝 那最後他可能就說 好啦就讓你們進來好了 就好像還有像剛剛這個 宏林大哥有講的說 原本不能開放直播 就沒想到後來他答應了 就讓你心裡有點失落 其實最近公庫呢 已經有接到 行政院的新聞的中心 已經有就是 也有發邀請說 你們公庫的記者 有沒有來我們這個 就是每天可能安排的一些新聞發布 然後這件事情 居然讓我們有一點點覺得 好像獲得了認證什麼 雖然這樣講很不當 還是會有一種 你知道膚淺的想法 我們被行政院邀請耶這樣 所以就等於說 我們是固定都可以進去 就聽這樣子 那後來再來趕快 即時修正說 當然不對啊 這本來就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為什麼要因此感到覺得開心呢這樣 而且重點是 真的是進去之後 聽到行政院發布的訊息 其實就像剛剛崇利講的 對我們來說沒有意義啊 就是我們要抱的方向 或是我們要獲得資訊 沒有 不需要藉由每天 進去行政院的新聞中心裡面獲得 或是由官方選擇性的發布一些訊息 就是一些訊息 對我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 進去這個行政院新聞中心 不是我 是我們另外一位助理 他就是沒有常 沒有常規的跑一些新聞線 只有像這樣子一個 我跟另外一個專職記者 不想跑的時候 他就會進去 那他就進去 這一點也是初體驗 那第一次他進去那個新聞中心 他就看到那個行政院的那個現場 有兩連 右連寫說告訴民眾明瞭政府做些什麼 左連寫說反應民情希望政府做些什麼 那我們的記者進去就覺得這兩句就是 政府單位自己寫來打臉的啊 根本就沒有做到完全資訊公開嘛 那你寫這兩句不是打自己臉嗎這樣 那所以我們會 會注意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官員開放讓記者或公民記者進入了 好 那我們已經可以獲得這樣的一個入場票好了 那這些官方的記者會 是不是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就是一個議題設定的主導者 那是他政府官員是不是自己 選擇性回答或是不回答任何問題 所以這些制式的一個回答 是否對你的報導 是你的報導所需要的嗎 是不是又變成這樣的狀況 所以當然政府應該要大開這個採訪的門 所以但是我們不應該要因此感謝他這個 說謝謝你開這個門讓我們採訪 不應該要這樣子對這種膚淺採訪 可以大家後來可以修正一下 所以就是說就是這個資訊公開或是環評會議 或是聽證會或是公聽會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應該都有拍攝或進去旁邊的權利 那尤其像剛剛還有提到很多抗議抗爭的場合 警方雖然有他的這個法律依據 是要排除現場的手段 那我剛剛第一次 我自己的角色會覺得說 如果我是記者的身份 我就不會跟著喊口號 如果我有認同的主張 我也不會表現出來 但是我剛剛聽到一個這個東木大哥說的是 就算我在喊口號 我被抬走我也可以邊做採訪啊 這個是我現在 也是在今天被想通的一件事情 就之後如果我想喊口號 我就要做好被抬走準備等等這樣子 是我一個今天也是學習到的地方這樣 好謝謝大家